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 飞歌英文 豪士奇不得不推荐 天气越来越热 来点生菜清爽一下吧 国务美学有会呼吸的美生菜 全程温室泪水根中植 无毒无农药 出货时还保留根部土团 让生菜持续呼吸 保鲜期更长久 每一口都翠绿又新鲜 和我们一起天天安心健康吃好菜 7月12号前 国务美学温室泪水根生菜箱 优惠七一折 立即上豪士奇0223621968 台股上下震荡像座云霄飞车 教你两招微笑投资法 第一定期定额平均成本 创造微笑曲线 第二选择长青好基金 统一黑马基金 荣获指标基金大奖 定期定额三年报酬率将近60% 投资长盛军统一黑马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口钱音详月公开说明书 身世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韩国也有这个融资断头的问题 这个韩国 今年股市上半年已经大跌22% 这是创下32年来最激烈的半年的跌幅 就是破32年来的记录 那过去30个交易日韩国股市累计跌幅高达12.2% 因为股市大跌 所以韩国也有这个融资要断头的 这种很大的压力 那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 就寄出了紧急措施 二指这个股市的跌势 那宣布将暂停实施融资的最低保证金制 那期限是到9月30日为止 韩国券商的融资维持率原本是140% 也就是股票担保品的价值 必须达到贷款的140% 那现在目前韩国的主管单位 已经暂停这个限制 允许券商自行设定融资维持率的门槛 那根据韩国金融投资协会 而6月份的融资追缴断头的部位 每日就达到超过200亿韩元 这个金额比5月高出20% 虽然说韩国主管单位 寄出了这项措施 但是今天COSPI指数仍然下跌 这个止不住跌势 跌了0.2%的幅度 收在2300点整 那上周五美光的财报 财测拖累了韩国晶片股 那今天整体有出现反弹 三星海力士分别涨了1.6%跟1.8% 但是美光的股价在上周五收盘 是跌到了50块钱附近 每股跌到50块钱美金附近 他年初的时候大概在100块美金附近 所以美光今年股价也是跌势很惨重 那原本公布出来的 比上预期来的差的猜测 使得他的盘前股价是跌6% 但中场收盘是跌3%左右 但是股价仍然是比较疲弱的走势 那美国上个礼拜公布出来的6月 ICN的制造业指数已经创两年的新低了 较上个月大跌了3点多点 那新订单跟就业指数都陷入萎缩 那库存指数则是创下2010年来最高水平 那供应商交付跟订单积压指数呢 则是下跌 显示供应链趋缓 供应链的紧张问题趋缓 ICN制造业指数是从56.1跌到53 那预期是54.5 所以不如5月也不如预期值 新订单指数更是跌破50分界 5月是55.1 居然跌到49.2 这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 可见新订单的状况非常的不好 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起货分析师林昌新 昌新你好 伦大哥好 大家晚安 昌新现在目前市场融资的问题 有多严重吗 你看到整个现在目前融资的状况 我是听我证券业的朋友讲说 这两天都一直在追缴 对是没有错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 阮大哥讲的香港 不是韩国的问题 韩国如果说自行去订融资维持率的话 我觉得这反而没有办法去加速港帝 所以你说帮一般的投资人吗 其实反而我觉得是零次 因为融资其实代表就是 大户跟散户方面是散户的作为 那回到台湾 我觉得上个礼拜的100多余的融资 砍出来 其实对于今天的盘势 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所以说很多相关各额开始反弹 那有没有投资朋友一直在这边做追缴的动作 我觉得有 包含看到今天的盘中 10点多杀一波 尾盘杀一波 这个都是一个融资被断头杀出的状况 那我们也要回过头来这样讲 虽然我们也很不忍说 投资朋友被融资杀出 可是说真的就是要融资被砍杀 然后最好在这个大盘在底部收一个角 那这样才有可能做一个所谓的短线的落底 所以这样的盘面 我觉得融资今天晚上应该还是会降 那融资如果一直降降 现在融资的降幅已经大于大盘的跌幅的时候 那这个盘我觉得就比较容易开始做足底震荡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融资现在应该还是一样 会再持续的做减 可今年大盘融资已经减30%了 大盘指数大概跌22%左右 所以这个融资减幅已经是明显超过大盘很多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盘是的确非常不稳定 尤其是起止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起止 早盘开高拉高之后 很快的在9点左右杀回平盘 杀回平盘之后 一路拉伸 其实今天是开高61点 开高之后就杀回平盘 在9点左右杀回平盘 8点45分开盘 就9点左右 15分钟不到的时间杀回平盘 杀回平盘之后 居然现货开盘 他一路拉伸 拉伸的最高涨到137点 就在涨137点之后 出现一波大杀 直接从涨137点 直接杀下去涨跌了多少 大概差不多跌了六十几点 所以也就是说 大概我看他上去四分钟吧 四分钟涨137点 然后杀下来大概也差不多四五分钟 五六分钟的时间 跌了六十几点 所以十分钟内完成200点的波动 今天的期货盘 开盘就这样 所以期货 我看期货 大概很多人也被震到了吧 是不是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 然后我可以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 其实真的要避开 比如说十点多 跟比如说我们说的将近最后一边 最后一盘 比如说一点多左右的沙盘 因为其实现在都容易出现 融资 可能有些人不补钱 然后被券商断头 所以每天如果说 其实你真的不要相对的 比如早上十点去放空 因为那时候有时候是 松子被砍出来之后 马上又急拉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盘面 真的就是筹码战 一定要筹码清洗服务干净之后 可能做震荡 否则现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大家在操作上 还是一样 就是短进短出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波 比较明显的反弹呢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说实在的 沙到这里 其实如果说融资一直清洗 一直清洗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会有机会反弹 那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反弹面 就会出现在这些所谓的 大型全资股 都开始跌不动 比如说大家可以观察几个重点 台湾50反1 今天外资已经开始减码 那已经开始卖掉了 因为他本来有赚钱买很多 开始减码 他已经不在加码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所谓的外资开始在这边 不再布空的讯号 那短线来说 如果真的杀过头的话 这个我们叫做技术面的反弹 所以技术面的反弹 其实随时都有可能 不过强调这叫技术面 而不是所谓基本面的反弹 那基本面反弹要等什么时候呢 看起来经济景气 是一个大疑虑对不对 对我觉得基本面的反弹 其实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讲的 就是真的要等美国的经济数据 至少要等通膨降下来 那如果通膨一直维持在8.4 8.6 8.6 然后这个FED升息的这些几率 其实从3码 然后到9月的2码都没有改变的话 那其实这个整个基本面 还是一样 会落入所谓的美国下半年的经济衰退 那如果这个经济衰退的话 那就只有看到短线的技术面反弹 可是弹完之后还是趋势往下 那这个时候其实在操作上 我就认为呢 你的部位就不能够去示意的放大 或是随便谈平 那Meta的老板 CEO Mark Zaberg 在他们一个线上会议 就Wikley的他的员工的线上会议 他居然讲说呢 他说如果要我猜的话 他猜这一次是严重经济衰退 他说这个是worst downturn 他用这样的英文字来形容 而且他警告说 脸书Meta 今年的招聘要减少4000人 也就是说原先预估今年 他的这个工程师要招聘一万两千人 他说现在会减少4000人 大概就只有招七到八千人 而且还说呢 他公司里有a bunch of people 就是说有一群人 可能是指的是不少人 说你们根本不应该在办公室里面 你们应该给我滚出去 就是说你们应该被我给fire掉 感觉起来他火气很大 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 而且说这个严重经济衰退 我觉得会 从马斯克开始 其实我觉得马斯克算是先知 他去年就去年底到今年初 就一直讲 今年可能会有一个衰退 然后他现在从特斯拉开始要 裁剪员工 现在包含在Meta 就是脸书开始要裁剪员工 然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美国接下来这些科技类股 说实在的 广告也会变少 然后销售量也会变少 实体的车卖的不好 广告又下的少的状况下 那整个经济你说要好转 要马上V转 只有一个重点 要能够印钞票 那现在有没有谁印钞票 没有 现在只有中国在印钞票 美国跟英国 跟欧洲没有办法印钞票 如果没有办法印钞票 这个盘面我觉得 其实就只有反弹 没有V转 那没有V转的话 其实整个衰退潮 如果从本来本益笔的修正 变成是怎么样 变成是所谓的 我们现在的营收 或是盈余的修正的话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 滚动式的下跌 那这个盘的话 就不会在这边指定 其实Mark Zabert 你要知道说 你们这个脸书网站 在台湾 用一大堆下广告的方式 然后去冒名 冒这些台面上人 都是诈骗的 那你脸书你要不要去做一下广告审查 就说可以用我的头像 用我的照片去贴说是软木滑 这个脸书你不用负责任就对了 然后呢我们去检举 说那帽用本人去检举 那他也没回应 他也不让这些网站下架 还继续收他们的广告费 这就脸书嘛 是不是 对 我也是一样 也有一样的 像是什么代单群组的 也是用我们的头像 然后什么做外汇的一堆的 什么林老师什么的 你们也是去反应 所以我觉得 这些什么Google脸书 接这种所谓的 真的是 所以Mark Zabert 讲没有错 A bunch of people 你们根本不应该在脸书办公室 因为你们都没在做事 你们就放任这些冒名的 这些虚伪账号 是不是 Mark Zabert 你应该去检讨一下 你们脸书啊 你快 你这家公司快完蛋了 是不是 你在这样子 你在这样子 就上业行为来说 他们真的搞得很差 对啊 你这样轮上下去 你快完蛋了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你好 我是街铁员 好没问题 竟然也有人冒用酒吧 的名义 有一个酒吧财经台 哈哈哈哈 酒吧财经台 对啊 欧司马说的啊 没有他们那个太夸张了啦 都是只收广告费啊 然后我们去检举 一样啊 我们一些同业都是啊 每一个去检举 每一个都没有效 然后去备案也没有效 那检举他就跟你讲说 他没有违反社群法守则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重点是 但是他们有缴钱 我觉得他的重点后面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 他为了赚广告费 他什么都不审核啊 对对对 这真的是太恶劣 我觉得是太恶劣 啊台湾的法律 也管不到他们啊 然后那个我们去备案也是嘛 备案他就说你就备案嘛 如果人家来找你 你就不会行 你有行责 可是真的被骗的 那个投资人真的就是求助我们 真的是很恶劣 蛮恶劣 刚刚有一个人问说 我们财经一路八有没有群子 因为有人邀他进财经一路八的群子 没有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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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阮大哥在那个有啦 阮大哥FB有 哈哈哈 有连官方的 哎 派铃铛搞笑人啊 对啊 可是哦 然后跟你分享哦 像我们在 比如上节目 就说 很多做 就比如投资部 或做投雇他们 一直都还对着这个盘 很有信心 你就说 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 因为如果说空的话 基本上 不好召会 所以 所以 像我刚才也是上节目 也都是他们都会觉得 啊这边快要落底了 快要落 我 其实我也是蛮不能认同 他们一部分 说什么 也很多 怪力很大 就要落底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不以人废言啦 我觉得 Mazaberg 讲景气的问题 还是直接大家参考啦 只是脸书 这几年来 对于那个 资讯的管控 我个人非常不以为难了 讲实在 我真的觉得 他们为了赚广告费 这个来者不拒的 这个广告 毫无审查 然后呢 你去检举 他也不处理 说他 他没有违反 那个社群受则 明明就冒用我的照片 跟我的名字 他没有违反 社群受则 是怎样的 真的是伤脑筋 那废半指 今年已经跌掉38% 那美光也开第一枪了 他第四季的营收 他估计是72亿美金 低于预期的21% 这两年来首见 所以昌星 这个记忆体市场 是真的出问题了吗 从美光这个猜测看起来 我觉得是 其实 其实在 今年初 看来就说 面板在降价 然后记忆体还守着 然后大家说 Netflix还有机位 可是到了目前为止 那其实记忆体的价格 我认为可能会开始 有一些所谓的往下修正 而且是从美光开始 所以 但是我再次强调 不要因为美光这样 就去空台湾的记忆体 因为台湾记忆体 已经跌一大段 跌非常多了 所以我觉得 就变成说 开始大家去观察 是不是一个产业 扩散到另外一个产业 如果这种产业 一直在扩散效应的话 说实在的 电子股真的就好不起来 那消费 我觉得消费的行为 就会被挤压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 比如说到下半年度 真的到最后就是必需品 可是那些所谓的可选消费 什么奢侈品消费 电子性消费 我觉得都会一直一直减缩 那这样的一个减缩 我觉得对于所谓 电子科技材贷类股 那包含记忆体 面板 半导体 我说真的 其实回到美国的经济 下半年我认为 其实就是一个衰退潮 好 那特斯拉也出状况 特斯拉在上周末公布出来 今年第二季 他生产了总共25万8千辆的电动车 那他交付25万4千辆 你看到年比 哇年比真的27%好像很棒棒 对不起 他是低于预期35万辆低很多 市场原先预期他说 原本他可以生产35万辆 同时交付31万辆 结果呢 实际公布出来 只有生产不到26万辆 那交付呢 只有不到26 也也是不到26万辆 这地域预期太多了 那同时特斯拉今年上半年全球交付是56万4千辆 年比虽然真的46% 但是啊 那个伊隆马斯克啊 年初有信誓淡淡讲说我今年要150万辆了 看起来这个达不到了 因为上半年才不到60万辆 你下半年怎么样去到这个增加100万辆的交车跟生产呢 这个请教苍兴特斯拉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特斯拉他现在面临两大的问题 其实在五六月份的时候面临的就是中国市场 我觉得特斯拉卖很多还是卖在中国市场 那中国市场面临的是上海的封城 那封城的时候他本来交付量就少 那在这个同时呢 他就被比亚迪赶过去了 那现在变成说比亚迪的目标就是在特斯拉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比亚迪的股价是往上 特斯拉是往下 那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国内市场变成说 中国人自己要停自家车 然后比亚迪用低价策略去请销 那如果说这样子说中国卖不好 全球应该有机会卖的好 对不起歐洲车福斯什么的 全部都在说电动车 所以我认为特斯拉的领先优势已经消失了 而且他的车型 你说就是Model X Model 3 Model Y 他也没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其实特斯拉的光环 有可能在今年消灭 所以接下来就是电动车的战国时代 那这个战国时代的观望下 我觉得特斯拉要独抢 其实真的是不太容易 大陆电动车我看过数据 大陆电动车如果以车型来讲的话 前10名里面有8款是比亚迪的 对 没错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那个武林宏光 对 他便宜车 他大概台币二三十万 就二十万就有 第一名是武林宏光 然后特斯拉好像是第三名 那剩下8台全部都是比亚迪 可是比亚迪也不是都没有问题 比亚迪的毛利跟净力非常差 他如果扣掉补贴的话 基本上他坐车跟特斯拉一样 他没有赚钱了 对 但是比亚迪这一波涨的是说 他是上中下游的供应链整合 所以他就是在非洲有了矿 他去买了矿 然后他又去做IGBT 反正他是晶片也做 矿也做 然后车也生产 电池也做 所以他其实比起特斯拉 他有不一样的优势 那特斯拉都是要套人家提供电子 包含宁德时代 所以其实特斯拉他的优势 我觉得也慢慢在做消失 我听我一个电池界的朋友讲 我一个同学在电池界很资深 他是台湾少见的电池界的博士级的 他讲说美国准备对新疆制裁 他说大部分的电动车的原物料 那个金属原物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 大概差不多占七六七成 如果真的制裁 整个电池会出大问题 电池上 电池上会 理电池上会出大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电动车电池 他有 他其实会有比较多的危险性 就是那个燃烧的问题 他燃点比较低 他比磷酸锂铁蓝点低 锂电池蓝点大概200度左右就蓝点 他一摩擦一撞车 他就会超过200度 就会燃烧 而且那个燃烧 大家要知道 那个燃烧 他是怎么样铺都铺不灭的 他必须 不管你用什么化学 铺灭火 他那火都不会熄 等到全部烧光了 包括你那个锂电池做的 那个除能柜也是一样 你看到上海发生整个火烧 然后最近韩国也发生火烧 那个除能柜也是有极度危险 所以这个绿电到底怎么样 你的看法 电动车现在能买吗 如果说特斯拉电池 也是没有那么稳定的话 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个买不买是一回事 就是说基本上 以后一定还是要走电人这一块路 然后绿电这一块 那当然有闲钱的人当然都买了 那说实话你现在要买 其实还不容易买 因为包含特斯拉 你买下去 他可能交起还是要一阵子 三个月特斯拉还好三个月可以交 我最近一个朋友才刚买 Model 3 去年大概要一年 现在三个月 对 可是如果反过来 我们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讲 我倒是觉得包含雏能 绿电 是现在在 比如说半导体财业 IC设计业里面 不好的状况下 相对大盘抗跌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的话 往这边看 很多人都说营收进不来 可是真的是钱没地方去了 所以往这些什么 风电 绿电 还有雏能 其实钱是往这边在做parking 那反而你说去买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没有危险 我认为其实事实上都有风险 那只是说在投资上 反而 好 讲实在体材性的 我觉得是个说 是个基础 体材性的个股跟产业 大家就留意进出的实际timing 比如说你讲说最近升级很夯 你看合一股价跌成什么样子 是啊 对 合一我觉得很紧张 你看到他在这波大跌之前 合一是拉上所有金线 一副要上涨的态势 打了一个弧心底 对他在公布 对不对 结果啪一下给你跌破所有均线往下掉 升级股不就这样子吗 就是你根本无法拿捏他的这个股价涨跌嘛 好特斯拉 特斯拉去年股价最高1243美金 跌到最近啊 他打了一个 看起来像是一个WD 我不知道是M头还是WD 现在大概在680块美金左右 各位觉得特斯拉现在股价是WD还是M头呢 昌西你觉得他是WD还是M头呢 我觉得是M头 我觉得还没跌完 如果他这个地方打了一个M头的话 哇那下去还有一段幅度了 对不对 对啊所以看特斯拉股价 我觉得电动车行业 其实现在没有说之前那么好转 而且现在的竞争者很多 而且美国大家注意 有很多的电动车都破产了 所以你说特斯拉会在这边直接不一转吗 我觉得震荡就不错了 电动车它的成本这一年来增加多少 当然是电池的成本 至少增加四成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像特斯拉还能这样有毛利这样赚钱 我觉得马斯克算是厉害的 怪不得他要砍人 对不对 砍掉十分之一 砍掉几万个员工 他已经感觉到就是他现金流的压力了 包括整个经营上的压力 对他才要cost down 他一定要cost down 可能我觉得外来的前景可能暂时半年内我就要打问 好 所以你看到这些大企业老板 现在全面的就是喊坏景气 然后在cost down 你就知道说呢 他们其实已经在开始在雨天收散了 已经在未雨筹谋了 就是针对下半年明年的整个经济景气 他们已经开始在采取很多的这个自保的动作了 那当然这个就是冰山之一角嘛 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就是说这些实际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也只能从这些企业的动作 经济数据各方面来研判了 现在目前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非常谢谢期货分析室林藏心啊 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访问 好 那听众朋友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稍待一会儿 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现场 交通安全一定强 嘿哈 我是强哥赵子强 又到了周一的交安大头条 之前在台北市大同区发生了一起行车纠纷 一辆大型重击 行经市民大道一段的时候 遭到一辆自小客车B车 自小客车的驾驶啊 不管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呢 任意切换车道 而且呢还狂按喇叭叭叭叭叭叭 还有拉抬引擎声嗯嗯嗯 叫挑衅重击的骑士 索性当时在台北转运站附近 执行勤务的远景发现了 介入调解